需要,需要一个像客谈一样,为他遮风荡雨,恶务他,鼓励他,且不嫌弃他,是个迷惑本带着相爱的重演作人。 在爱情为爱的电视剧里,几个说过一段话情侣,男人对我来说是没有人,因为钱我会赚,因为我会扫。 我们都会在家门回答,结婚回答,只要是有个男的女孩能给他心意做饭, 不用你家族,自己打游戏打得任何个不同情的男子, 为无忌惑推出个连课后,女孩满世界能给他相散, 把他放进户口门,我都希望费你也只能环绕。 很明显,你会说出如此强势换来的人,一定遇到无忌惑扎门,扎得让他不再相信爱情。 不是世上,对于女人和人,运紧精神,不知,还是心理,生命上,都需要一个男人的陪伴与支持。 你,三十五岁后的女人很脆弱,男人能给他安全感。 一般这个年龄段的女人,都以为人母了,以心温热,为你热钢。 一旦有了孩子,星光灰就散发出来了。 在悲难时刻,哪怕是付出生命,她也会竭尽全力保护自己的孩子。 这就是母亲。 但别忘了,她也是个女人,一个需要被爱运恶恶恶的小女人。 如果不是默默得一,哪个女人用一批精湛肌的满身身份,因为她没有依靠。 下班后,她能喝出疲惫的身体,回到家里,只剩一人用轻轻的工作。 孩子在做作业,来不及休息天,可她就去出房门了。 在那里也不能用孩子的工作。 在月时任务时,她时常会体会朝起。 此几乎这个心骨到底为什么,可能只是因为责任。 人到中天,晚会öll 都会觉得孤独,造成一种开源, 那身边都是需要依靠自己的人, 而自己身份缺口的意见, 三十五岁后的女人一身的死, 他才需要一个男人能为他靠下所有困难, 三十五岁后的女人很疯狂, 男人能满足她的欲望, 女人一旦过了三十岁后, 死性激素就会达到一个课潮, 所以有很强烈的生理需求, 所以说女人三十五岁, 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 而男人恰恰能满足她的欲望, 自吞她浅河的心田, 三十五岁的女人, 如同一朵将要凋谢的花, 慢慢失去光泽, 叶子叶范茫, 无法没有养人照射, 如果自吞, 她就会慢慢地回, 相反, 给她点养老, 她就灿烂, 给她点雨水, 她就绿色, 三十五岁的女人最有养人, 这也离不开男人的资料, 如果照料得好, 她会迎来又一个花季, 所以说, 三五岁后的女人, 是需要男人的, 就算是全情清朝的慈禧太后, 身旁都有一个贴心的女年姻, 一个坚强的女人身边, 难道不能有一个真理柔软的贴心人吗? 虽然能在社会倡导女性独立, 但这并不是说不需要男人, 男人是天, 能躺下的难, 我相信, 在强大的女强连心里, 都有一个做小女人的梦吧, 你身边有没有个贴心的女人, 你来分享给她吧,